中國大使館外面示威 而分別又屬於法國執政黨 和其他反對黨派的47個政治家 亦都發出一份文件 向6月4日 在北京受到鎮壓的民主英聯合聲明 为香港繁榮穩定和順利过渡业努力 李德成在北京的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国庆招待会 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都有出席宴会 李鹏在发表谈话的时候重申 中国是不会改变港澳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不会改变港澳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 同时也不允许有人利用香港 作为颠覆中央政府和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地 从中国方面来说 我们将切实地征守中英两国政府 也已经达成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另外李鹏也都有提到 最近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问题 西方有些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制裁 会给中国造成暂时的一些困难 但也会更加激发中国人民 奋发脱脚自力更生的精神 而制裁者本身也会受到伤害 今晚的国庆招待会有三千多个中外嘉宾出席 无线电视记者李德成在北京的报导 在这个酒会上 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对记者说 短期之内 前总书记赵紫阳不会被赶出党 但将来就不敢说了 他还暗示党的领导层还在研究 怎样处理赵紫阳的问题 而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 和前文化部长黄蒙也有出席酒会 东德领袖昂纳克